加連華,有著大家關注重物協議 但問題是說,現在規劃處就着狗公園的問題 向灣仔區議會聽出一些事件 問題是說,現在對於那個海濱狗公園 自己譬如謝民燃,或者令自己 對於這個問題當選了給你 那你會做些甚麼呢? 第一點,民建聯下去搞些甚麼寵物加連華 但一直不告訴市民 那個狗公園,現在在外匯動物協會外面的狗公園 是臨時的 只是因爲灣仔妖道的工程未開始 那裏有個海濱的地方 路政處就覺得不要浪費,不如花點錢給這個狗公園 但很有趣,你知道我們香港政府很少做一些德性 大家會喜歡 既然這個狗公園很多市民都喜歡 他就說不要臨 只要那個工程一開工,就會把他拆掉 那民建聯上不出聲 我就爭取了一件事,當這個狗公園 因爲這個灣仔妖道工程要開始的時候 希望在維園畫一個地方 就是在灣仔妖道工園 在灣仔妖道未建好之前 給一個臨時的狗公園 給港島區的居民 當這個灣仔妖道完成之後 你也要逼這個路政處 他要將灣仔的海濱公園 重新設置回一個狗公園 因爲現在老實說,政府還未答應大家 給你們一個狗公園 但是建制保皇黨他們的區議員 有沒有告訴過我們的居民 我在那個狗公園做這個 爭取原子保留那個活動的時候 原來很多狗主根本不知道這個狗公園會拆的 這個就是重點了 他又根據香港政府說 是作為我們市民的一個諮詢機構 代表了我們的民意 政府有什麽政策 他又隨隨意見 區議會又不告訴居民 結果他們通過了 就說居民都同意 每一次都是這樣 我進去就是 至少告訴他們 我沒有辦法阻礙 他們區議會有什麽通過的議程都好 起碼我會令到所有居民都知道 原來有這麽事發生 大家用回輿論 用回居民的力量 就已經可以給予這麽政府 正如蕭生開始 人家的遊戲規則底下 如果我們做愚蠢 跟人講規矩 講議論的話 是沒有用的 當別人跟你一個遊戲 跟你打麻將 你又不准吃 打出不准吃 自摸不准吃 但是他自摸又吃得 打出又吃得 你還不跟他打 你就傻的了 哈哈 阿牛是你真冒充 是啊 文貴公說 即是沒有聲沒有聲 當然不開聲 開聲的狗就吵不吵 如果用大聲鼓去破咪 就嚇到那些狗 那些狗就閉回頭 其實那天貴得很厲害 和那些狗打照顧 和那些狗拍照 登記那些狗的名字 他一天做到足 狗主就幫簽名 那些狗就拍照 帶了紅頂巾 其實那些狗公園 應該要保留 不單止要保留 還要設一個水池 讓那些狗游下水中 我多擔心 你說很厲害 和那些狗溝通到 有啊 我看到你溝通 就是和那些狗 大隻小隻 你都夠膽和牠溝通 那些狗很厲害 我女兒就從上海管回來香港 其實她要找一個地方 她找一個屋子 第一條件就是 附近有地方 那些狗可以走 因為香港人 那些狗就越來越厲害 因為香港的女人 就不肯生孩子 香港每一對夫妻 平均生0.8個孩子 是破世界紀錄那麼少的 於是就把那些狗當作是孩子 怎麼計算出來 是不是民建聯會有生親出來 都只有0.8個孩子 但是呢 香港現在的新的中契 是白不准養狗的 其實那些西九龍 是古丹的地方准養狗的 公共地方 亦都沒有可以割狗的地方 那就屈死了那些狗 看看有沒有狗字 或者你的朋友 都可以了 有白文的問題 可以舉手自意的 小生 你有養狗的嗎 我有 這個問題你也有些 我這隻狗呢 陳叫BB 他是一隻門口狗 而且還是一隻廚房門口狗 即是任何人 包括我回家 他都廢的 但是他廢 就一直趁去廚房門 趁去廚房門口 這些行為 就有些折衷家 萬一我們叫他出來 一定不敢 那剛才阿貴 你剛才提到 你說過去 下星期繼續洗樓 繼續破門 過去你都做了BBD工作 其實我剛才特別提到 可能有小生來 將這個河頸橋 這個打小隱 列為這個世界的 最文明遺產 包括剛才說 這個電車的噪音 現在我們堅拿道 天橋的噪音 走公園 除了這些問題之外 其實你和選民接觸的時候 你覺得是最困擾到他們 或者多年 小生都說 有很多問題 實在多年都未解決 除了這些問題之外 做了什麼問題 是唱點訴苦的呢 有一件事 很多人都提出的 自從伊利沙伯大廈的油局 沒有了之後 現在就搬到摩利臣山 十分之不方便 以前油局還有一個功能 每逢選舉年 這個區的票站 就放在油局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一直在說 沒有了這麼多的地方 你現在搬 就把油局搬到摩利臣山 即是說有軍力的投票 連那個選舉票站 這次也定在我的群 老實說 如果我住在伊利沙伯大廈 我要去那個油局寄信 或者這次選舉 我要去那個地方投票 你不是坐車過去 就真的挺辛苦 老實說 如果不是有很大的意欲 要告訴別人 我要向這個委任制度 向保皇黨說不 你要去行那個投票 就更加難上加難 所以為什麼 我告訴大家 我這次這個選舉工程 是處於那個勢制的意思 很多人都說 如果這次的選舉 譬如父親的選舉 不太好 其實都不是很 就去跟民益會的軌道 蕭先生的就算 因為你可以走過去 所以那些官員來說 就不是這樣 我覺得 只是一件事 你只是把這一段 好像打通了 或者有四面筆 在中間 大家可以圍著 世界的文化遺產 圍著它打小日 那些區的旺 是不得了的 這個旅遊 我們在這裡也看到 其實很多遊客經過 都會處逐 看看這些弟弟 他們現在在做些什麼 其實很有趣 和吸引到遊客的東西 但是偏偏 我們自己的灣仔 說在灣仔 隔根十二年的那些人 又說要保留回灣仔的文化 但是你看看 將人趕到一國那麼全 可以 其實呢 如果有阿貴的提議 將公園的圍場 拆在那裡 做一個打小人的 就是專門的地方 那這個就是新舊交替 和Times Square 剛剛成了一個相比 有人說 我只得把口說 但是下星期開始 其實選民路會 繼續會收到 我的最後一張單像 裏面其中一幅圖 就是我們對於 何頸橋底的地方 應該怎樣 弄好他的一張 意念圖 所以我希望大家 搶在手的時候 你會明白到 我們是真真正正 是對這個區有感情 是因為對這個區熟悉 我們才會想得出 要做這些事情 就不是那些 自己自稱 在這裡工作了十二年 對面中了灣仔 大大張掛在這裡 說在這裡十二年 而是對這個區 是完全沒有承擔 完全沒有歸屬感的 講到這裡 其實很可惜 今天到現在為止 我們都在呼籲民建聯的 鍾嘉敏小姐來到 既然期間有疑似的運拍上身 但是我們還沒有見到 真正的出現 但是我們這個時候 差不多要做一個 候選人的總結 我們原本 應該反過來 給二號鍾嘉敏小姐 做回應的總結 很可惜 我們也無謂浪費大家時間 給一分鐘的空白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保持執法 保持執法 不好的 除以之外 接著 就是到一號 社民連 貴司傑 你有五分鐘的總結時間 我想不用太多了 我盡量簡潔一點 我想呼籲在灣仔區議會 鵝頸選區 所有泛民主派的支持者 根據過去兩屆的數據 其實我們泛民主派 在這個區 應該是佔絕對優勢的 03年7.1 雖然看不到7.1效應 投票率仍然很低 但是泛民主派的候選人 在這個區議 1,100多票 就贏了民建聯的孫啟昌 990多票 上一屆07年 鍾嘉敏代表民建聯在選 仍然都要用888票 輸給1,00多票 我在這裡 希望呼籲大家泛民主派的支持者 你要明白 這場選戰 是一個泛民主派的候選人 即是我1號 代表7年的貴司傑 對建制保皇黨 民建聯的鍾嘉敏 我們泛民主派的支持者 如果你是因為補選覺得不重要 而不出來投票的話 對方那800到900票的貼票 就贏得了 我就算在剛剛過去幾個星期 以至到接下來最後一個星期 做得多努力都好 如果大家不出來投票 這樣的話 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一仗是一定輸的 我知道有很多事情都會影響大家的意欲 包括今次那個選舉票站 放到沒有雷工那麼遠 去到愛群 但是那天也是一個假期的日子 在這個父親節 禮拜日 我希望大家去喝茶之前 或者吃晚飯之前 都真是當做了運動 花10分鐘或者15分鐘 慢慢度步去到票站 用你們一票向政府 向保皇黨表態 我們絕對不支持委任制度 用你們的票數 將我1號貴司傑 社民連的代表送入 這個已經淪陷了灣仔區議會 多謝大家 下個禮拜日 21號就是父親節 大家最好 當然都是淡茶之外 一家大小 拔了阿爺 阿爸 全家就去投票 最後蕭先生有沒有補充呢 我雖然不在灣仔區住 但是我是灣仔區的地膽 因為不是我在諾克蘭做經營一同一同 雖然 以前在諾克蘭呢 我們的性是最大的 性肖 無緣才是變成大性的 事實就是因為我是賣瓷磚和滑車 哈哈哈哈 在茂羅街 在茂羅街 沒問題 已經在賣瓷磚